台灣藝人朱森儀 早前在自己36歲生日當日以視頻方式 在網上宣布自己罹患乳癌的消息 更透露目前癌細胞已經轉移至淋巴 需要積極治療 消息一出 不少粉絲都相當震驚 大家都很關心森儀的狀況 這日是她公布消息之後 首次公開露面作客節目 森儀都有交代自己目前的情況 我已經兩公分大了 所以我的組織醫師告訴我 我的治療是手術前六次化療 然後拍開刀 開刀完以後看有沒有癌細胞 就是切下來的部分 有沒有癌細胞 如果有的話再換藥再繼續打 我問過醫師 而且問過蠻多次的 我右邊確定就會全切 對 所以當下我也是跟他確認再三說 真的要全切嗎 對 然後他就說 因為如果你是一公分 他會挖一個保險範圍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的胸部 每一顆都兩公分的話 你要挖一個保險範圍 你要挖多大 所以基本上就是全切了 目前比較可能的話 應該會在五月的時候 既朝上 森儀看起來似乎都挺精神 不過其實目前在接受化療的他 飽受副作用的折磨 其實化療就是打點滴 那要進去你身體以後 會摧毀你所有的生存意志 然後也會摧毀你所有的 生長快速的細胞 就像頭髮 就是大家現在看我的頭髮 它不是我的頭髮 我已經光了 全光了 對 然後 第一個禮拜都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為 我的負重很多 包括我的 腸胃 黏膜 會全部壞掉 它會攻擊你所有快速生長細胞 包括指甲 會一開始會全部都斷裂 然後會邊邊會一直流血 然後你沒辦法碰水 因為你碰水以後這邊流血 那個傷口不會好 臉上會長滿所有的 長滿所有爛動 你整個臉像毀容一樣 然後 頭皮也會出現紅疹 然後腸胃更是晚上睡不著覺的 會脹氣到你好像又懷孕五個月的大小 然後 睡不著腸胃很痛 甚至連鼻子一直流鼻血 我會想要講出來的原因 因為很多人他都是希望生病多起來 我自己慢慢療傷就好了 我不想這樣做 我希望能夠 還是鼓勵到很多的生病的人 起碼很多人已經被鼓勵到 他們覺得 他們的家人看到我這樣講出來 覺得雖然很辛苦 他們還是願意試試看 我覺得這就是 有在做好事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也很重要 這天芯兒老公韋斯里全程陪伴在則 芯兒都很感謝治療期間 老公的支持和陪伴 而她也清楚知道 韋斯里心裡面一定非常難受 像老公知道你第一時間 你確定你患癌症的時候 他好像比你還要吃幾年 我覺得 對他而人心情應該是蠻 他很 他很 很難為啦 因為他爸爸媽媽都是 癌症 所以他沒有想過他生命中 有第三個人 就是又 又是癌症 然後 他很 我覺得他蠻崩潰的 就是 而且我覺得 對我而言 我可能就是擔心我的病就好了 他要擔心的事情更多 所以我覺得 他很辛苦 但是 他跟我的信念是一樣的 就是 我們遇到的就是面對解決 該治療就一定要治療 不能夠放棄 知道媽媽病了 芯兒的子女都變得懂事很多 會幫忙做家務 還會很亂心地安慰媽媽 令芯兒好感動 因為我在家比較沒有在 就是 戴家法 所以小朋友那天問我說 媽媽 我已經好久沒看到妳 有頭髮的樣子 我都忘記妳有頭髮長什麼樣子 就聽到這句話 有時候會覺得有一點 蛤 有這麼久了嗎 感覺才一個多月啊 好像沒有很久 可是好像這個 病對生病的人而言 是一種長期抗戰 所以我覺得 但我小兒子就嘴很甜 他就會講說 不管妳怎麼樣我都愛妳 妳是這樣最美的媽媽 我就會 覺得 謝謝孩子的體諒 所以咱老人